男人浑身肌肉却只相信男女平等 面对眼前狼狈围歼的狗男女 他一拳就击碎了白毛的妖子 眼看男主如此残暴 一旁的绿茶顿感不妙 他连忙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牛逼 就在不久前 一个不知死活的白毛毁掉了男主的泡沫 眼看他如此嚣张 男主却是一脸呆滞 而此时的红毛深知自己不是白毛的对手 并且一旁的男主看起来就很不靠谱 所以他强迫自己冷静思考 到底怎么做才能救下那个可怜的绿茶 或许是看出了红毛的小心思 白毛一边骂他是个废物 一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只要红毛能顶住自己的五次攻击 他就放过那个绿茶 而这个赌注的代价则是一枚银笔 对此红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眼看一旁的绿茶还在担心自己 红毛瞬间感动地让他放宽心 然而白毛的目标可不只是他 男主也得承受他的五次攻击才行 虽然红毛对此极力反对 但既不如人的他哪有反对的权利 所以红毛毫不犹豫地决定 男主的份也由他承担 他的话差点没让白毛笑出声来 听着白毛刺耳的嘲讽声 红毛没说一句话 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示意白毛继续 白毛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自不量力的蠢活 所以他之后的每次攻击都倾尽了全力 很快白毛就已经用出了九次魔法 但奇怪的是红毛依然坚挺地站了起来 回想着女孩梨花带雨的模样 红毛再次挺起了自己的胸膛 既然如此 白毛也不打算玩下去了 随后他召唤出了巨大铁块 毫不犹豫地砸向了红毛 这次攻击显然效果非凡 就当白毛以为自己胜圈在窝的时候 红毛在众人震惊的眼神中再次站了起来 随后他慢慢走向白毛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晕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白毛再次露出了嚣张的嘴脸 对此红毛只是恳求男主带女孩离开这里 剩下的他会想办法 但不等他把话说完 白毛的魔法就再一次将他击飞了出去 绿茶残忍的话语如同一把利剑刺进了红毛的心中 就当白毛准备落井下石的时候 一个炮芙直接堵住了他的嘴 这荒诞的一幕直接惊呆了所有人 此时的男主终于走了出来 这次就换他来接受白毛的十次攻击 白毛没想到男主竟然还真敢说 他此生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明明很弱却自以为了不起的伪善者 眼看他还想继续凌辱红毛 男主一个闪身就袭向了他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白毛及时用魔法挡住了男主的攻击 随后他扔掉手中的红毛就开始放声大笑 要知道他一年级的时候可是拿到了两枚金笔 像男主这种垃圾怎么可能打得过他 随后他召唤出无数铁块瞬间将男主打得节节败退 这一幕无疑是让白毛再次嚣张了起来 却不想下一秒男主就徒手接下了他的攻击 无视白毛诧异的表情 男主简单的给手掌做了个运动 男主这一拳不仅打碎了白毛的妖子 更是将他的自信心直接碾碎 身上传来的剧痛让白毛明白自己绝对打不过男主 甚至现在的他就连战都站不起来 就当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 男主竟然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装完逼的男主慢慢地走到了白毛的身前 早就被吓破胆的白毛开始疯狂地在脑中响着对策 然而此时森林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顺着声音看去 男主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森蟹 看着他头顶那个显眼的五角星 白毛的嘴都要笑歪了 这可是比因B级还要强的巨大森蟹 只要趁着男主分神的时候 他就可以趁乱逃走了 此时的绿茶知道自己的情况很不妙 于是他逼着自己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扬言这一切都是白毛逼他做的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温暖 绿茶不禁吐槽男人可真是好天 很快兰斯三人就找到了男主 他们称赞了男主的所作所为 然而此时的红毛却仍在自闭之中 打起精神的红毛向男主道了钱 并感谢了他的帮忙 看到这两个活宝 兰斯让男主以后小心点 刚才他听说雷安宿舍的学生 似乎在抢夺亚德拉宿舍的级币 那个白毛也是这个原因找上男主的 要知道雷安宿舍的学生 基本上都是贵族出身 他们十分重视血统 所以他们一直都看不起亚德拉宿舍的人 战争或许马上要打下 他们要与雷安中的核心人物 七摩牙展开级币争夺战 就在兰斯有点无语的时候 男主的裤兜里突然亮起了金光 原来是他已经凑齐了五个银笔 他们直接变成了一枚金笔 直到现在男主才知道 他们竟然还划分宿舍 提起这个他终于想起了入学的时候 那时老师让他们触摸旁边独角兽的脚 独角兽可以读取学生们的心中 所想从而将他们分到对应的宿舍 比如勤奋且智慧的人他就将其分到了欧尔加 勇敢果断的人就分到亚德拉 自独角兽上任的百年期间 做出的无数判断从没有一次失误 就在他对此骄傲不已的时候 男主握住了他的脚 独角兽感觉自己这些年都白火了 于是为了不砸掉自己的招牌 他不得不再试了一次 然而结果还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雷安的七磨牙 是学校中实力顶尖的七个人 像白毛那种只是个小角色 为了操控神觉者的人选 他们正在收集所有疾病 所以男主之后的行动一定要小心 对于兰斯的劝解 男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但人算不如天算 男主这天竟然在学校里迷路了 就当他在寻找教室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扇大门 直觉告诉他就是这里 可他却忘了自己 到底是该推门还是拉门 而此时的白毛正跪在雷安宿舍之中 他恳求首领再给他一次机会 然而首领根本不想听他说话 像这种废物就连利用价值都没有 所以首领毫不犹豫地 将白毛变成了人偶 男主食部时自身都不择下来 森林之后的 城市中必须再送他 一把 我的媽媽,我… 那… 喋りかけてですね… 人形ですけど… 謝謝你…